晨光小雨陪伴你走过整本圣经 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的是 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后半段 在这段经文里面 从二十二节开始 我们要一起看到的是 耶稣他是怎么样来对待自己的羊呢 耶稣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羊呢 你是不是耶稣的羊呢 你怎么确定自己就是耶稣的羊呢 那耶稣又怎么样来对待你作为他的羊呢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 这时候耶稣到了一个场景 是在耶路撒冷过修殿节的时候 这时候耶稣在圣殿里面 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很多的这些犹太人啊 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就围着他说 你如果是基督就赶快明明的告诉我们了 不要让我们在那边猜了 那耶稣就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信啊 我所做的事情可以为我做见证 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 这些神迹其实就已经说明了我是谁啊 我就是神的儿子 但是呢 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所以我们要看到 我们要作为神的羊 耶稣的羊才能够有信心 也就是呢 天父会把信心给属他的羊 让他们能够来信耶稣 所以呢 什么是耶稣的羊呢 耶稣的羊 他就是能够信耶稣的 能够信耶稣的就是他的羊 所以你是不是耶稣的羊呢 如果你真是信耶稣 信他是基督 信他是主 信他是神 信他是神的儿子 你就是耶稣的羊了 那耶稣的羊会怎么样 神会怎么样对待他的羊呢 我们看到 首先呢 在这地方讲到 第一个就是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所以我们的属灵的耳朵会被开启 我们就能够听到 耶稣的声音了 那我们怎么样听到 耶稣的声音呢 当然就是透过他的话语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心声 能够看到他的真理 看到他的法则 圣经就不再是一本书而已 而是呢 他是活生生 神他向我们所说的声音 我们也会科目他的声音 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 从圣经里面明白到他的心意 更加的科目去听讲道 去学习 所以呢 我们作为他的羊 他就会帮助我们能够听他的声音了 那第二点呢 就是他说到我也认识他们 所以耶稣他是认识他的羊 他跟他的羊有个别的关系 有亲近的关系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 就是他们也跟着我 所以他的羊就会跟着耶稣 我们作为他的羊 也会跟着他 他会来带领我们 然后第四个呢 耶稣呢 就是把永生赐给他的羊 叫他们永不灭亡 所以这个就是作为耶稣的羊 能够得到一个永远的福分 就是永远的生命了 然后第五个 耶稣怎么样对待他的羊 就是谁也不能够从耶稣的手里 把他们夺去了 所以作为耶稣的羊 也没有人能够从耶稣的手中 把我们夺走 换句话讲 耶稣的保护是最大的 当然没有什么敌人 能够把我们从耶稣的保护里面 来掳掠走 但是呢 我们也要特别小心了 虽然我们不会被夺走 但是呢 如果我们不愿意 紧紧的跟从耶稣 听他的声音 我们可能就会 落入仇敌的试探 他的谎言 以至于呢 我们自己就走失了 我们就离开了神了 所以呢 虽然 耶稣不会让任何人 把我们从他手中夺走 但是呢 如果我们自己选择 要离开的话呢 那我们还是会 偏行挤路了 还是会迷失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要能够紧紧的跟随主了 那第六个 耶稣呢 这地方讲到说 我父把羊赐给我 所以呢 我们是怎么样成为耶稣的羊呢 其实还是有天父的决定 是天父的一个呼召 他的选择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能够做耶稣的羊 因为我们是信他的 我们能够听他的声音 他也认识我们 我们就紧紧的跟从他 他赐给我们永生 没有人能够把我们 从耶稣的手中夺去 那因为是天父 把我们赐给耶稣的 那耶稣讲的这些话 这些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哇 犹太人就拿起石头 要打耶稣啊 要杀耶稣 但是呢 耶稣就跟他们讲说 你为什么要打我呢 我做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 医病赶鬼 你就要来打我吗 那这些犹太人就认为 你不过是人 怎么把自己当作是神呢 说耶稣是僭越的 然后呢 耶稣说啊 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是神的事情 看到这些事情 你们就应该要信了 所以耶稣反复的跟他们讲 要从耶稣所做的事情 这些医病赶鬼神迹奇事 要认出他就是主 所以神迹奇事呢 都是证明耶稣是主 所以神迹奇事重不重要呢 神选择用神迹奇事 来证明他自己 向人来显明他自己 让人能够信他 那后来耶稣呢 就逃走了 到了原来施洗约翰 施洗的地方 就是在约旦河外 在那个地方呢 很多的人就信了耶稣 成为耶稣的羊 反倒是那些自以为是 自以为敬虔的 整天在宗教里面打转的 整天好像在读神的话语的 反而呢 没有办法成为神的羊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来渴慕他的话语 相信他的话语 看见他的作为 让我们真实信他 也就真的成为他的羊了 让我们成为他的羊 就能够听他的声音 能够耶稣也认识我们 我们就紧紧的跟从他 我们得到永生 谁也不能够把我们 从耶稣的手中夺去了 感谢主 祝福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